大家好,欢迎回到谈谷论经,我是老潘 刚才去朋友家吃饭 所以没有来得及在CMEFuture开盘之前做这个视频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比特币的CMEFuture的价格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开盘之后比特币是直接跳空高开 在这个地方出来了一个缺口 然后我们回顾一下比特币之前 在512上一年的512时候那次暴跌之后 开始暴拉的时候 这个地方也是出来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后来在比特币冲到6万多7万美元之后 重新回来回测了 把这个缺口给补上 这一条引线把它给补上 然后现在又开始继续往上走 走现在再次出来一个缺口 这个缺口有可能意味着 在未来一段时间比特币有可能会回来回测这个缺口 也就是说价格往上走一段时间之后 有可能重新回来往下掉 这是空 这是很有可能是空头制造出来的一个不确定的因素 空头制造出来的一个隐患 给多头的一个隐患 我们等一下再来细说 这个我个人认为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回补这个缺口 现在我们先看一下日线上的 日线上这个地方 我前两个视频说过了 比特币这一条线 这一条压力位已经接触了一次两次三次 一般一条压力位被碰触三次之后 就也会变得非常的薄弱 所以呢 比特币往上冲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现在是果然冲过去了 那如果你要预判 怎么预判呢 就是看RSI就可以预判出来 之前我在这个地方就给大家画过 它的RSI形成了一个 形成了一个三角 我在前两个视频就给大家画过了 这个三角 如果比特币RSI往上走 就很有可能价格也会跟随 那之前他往上走这一段 比特币价格仍然在44,000多 那他突破之后 现在价格果然是跟随着比特币的RSI冲过去了 这就是你如何进行预判 RSI一般来说会早于价格 早个一两天时间 一般来说 那现在就是早给你预测了两到三天的时间 让你来做这个往上的准备 那么现在冲过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首先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是它的BinMax Funding Index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贪婪与恐慌指数 贪婪与恐慌指数现在呢 是到达了60开始进入贪婪状态 一般来说 当这个比特币的贪婪与恐慌指数 开始进入了贪婪状态的时候呢 大家要开始注意 有可能比特币的价格在未来一段时间以内 有可能会开始出现回调 但是要多长时间不一定 像之前 在 我看一看 在这个地方就待了很长时间 在这也待了很长时间 现在它刚开始冲上来 所以呢 我们还无法知道它什么时候进行回调 从贪婪与恐慌指数来看 比特币已经冲破了之前的这个高位 54 现在冲到60了 冲到60之后 再往上的阻力呢 就是这些高的点了 也就是说 当比特币冲到极度贪婪的时候 一般来说 我们就应该开始慢慢的减仓 那么从日线上来说 现在我个人认为 比特币什么时候会开始 回来回补这个缺口呢 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比特币迅速的回来回补这个缺口 就是直接这两天直接就往下掉 然后呢 再重新往上冲 这对于多头来说 是一个好事 这对于多头来说 是一个比较好的事情 因为回来回补这个缺口之后 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 就直接就往上拉就可以了 另一种情况呢 就是比特币 有可能会先冲到高位 先冲到接近 五六万美元以后 然后呢 重新再回来回补这个缺口 而且很有可能会回来 回测这条上行支撑线 现在比特币正在形成一个非常大的 角度不大的一个上行线 这个地方有个低点 然后这个地方是另外一个低点 那么之后 他冲上去之后呢 他有可能还会再回来回测这一条支撑线 回测之后 有可能会进行这种运动 这种运动 如果是进行这种上下波动的话呢 就对于多头有非常好的 非常大的好处 因为这会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上行三角 上行三角 75%的几率会冲破 这个之前的高位往上走 但是如果他再次回来回测的时候 没有守住这一条上行支撑线 而是往下掉的话呢 就会形成投降 新的投降模式 比方说他先冲到五万九 然后呢 给你掉回三万美元 形成个新的投降模式 再去洗一拨人 他现在往上拉着一拨呢 有些人就会开始 这个FOMO 而买入 买入之后 冲上去 机构再给你砸一拨 再给你砸下来 然后呢 就会再次套住一帮人 这是两种比特币 回来回补这个缺口的方式 还有第三种 我个人觉得第三种方式呢 是可能性不大 就是比特币 直接在这进行拉盘 给你拉到十万美元以上 然后呢 给你来一个两三年的熊市 再回来回补这个缺口 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个人认为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 因为最近的局势 还有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政策 并不支持这样 这个机构去那么用力的拉盘 当然它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可能性并不大 好 三种可能性 那么现在 周线上 我们来看一下 比特币是形成了一个金差 这个金差是刚刚形成的 上次比特币形成金差之后呢 我们是从这个4万3拉到了这个7万美元 拉到6万8 这次金差形成 比特币能否冲到6万美元呢 我也不清楚 但从目前来看 比特币的RSI 已经是接近了这一条 下行压力线的这个地方 很快就要接触了 一般来说接触这种线之后呢 它不一定马上给你冲过去 它有可能性给你回调一段时间 然后呢 再冲过去 我们看一下它200日均线 调回日线图 然后200日均线 它现在正在测试200日均线 现在200日均线是在48283 比特币能否冲过去呢 很难说 它有可能可以 有可能不可以 我们很难说一下子就断言 但是从它这个 这个 它这个也是一个上行三角 在这不断的制造更高的低点 然后呢 上方是一个 接触了多次的水平线 像这种这种形态 75%的几率会冲上去 所以现在果然是冲上去了 扣上去之后 它的目标价是在4万 是在5万 5万多 冲上去之后价格 是在5万4到5万5左右 但是 我们要必须明白 就是这种价格形态 它不一定能冲到目标价 有时候呢 还没到目标价 就会往回回调 有时候会冲过去远远超过目标价 然后再开始回调 所以目标价只是一个理论上的 并不是说一定的这个会达到它的目标价 那我个人的仓位呢 仍然是50%仓位不动 除了最近我增实的一些山寨币 其他的这个比特币呢 短期仓位我就只有50%的仓位 我既不打算加仓 也不打算减仓 因为比特币在月线上的不定因素仍然存在 就是这个死差仍然存在 所以呢 现在为了保存我们的实力 我只放了50%在里面 就是准备吃这一波上涨 那我什么时候会开始减仓呢 我开始减仓的时间 我会等待它b max funding index变成正数 这个在日线上变成正数 b max funding index呢 现在在日线日线上仍然是负数 在日线上仍然是明显的负数 所以我并不打算现在开始减仓 当然我这是比较激进的行为 有些朋友如果你不是特别的激进的话 4万6以上你就可以开始慢慢的减仓 一点一点的减 涨的越高减的越多 一直减到你没有这个短期仓位为止 那么长期仓位我是不会动 我的长期仓位只有在比特币冲上10万美元以上 我才会去动我的长期仓位 在下面的时候呢 我是不会去动我的长期仓位 短期仓位的话 我会等b max funding index变成正数以后 我会开始这个减仓 那么现在我仍然是拿在手里面 那我手上拿的山寨币 我买了一些以太坊 因为以太坊2.0今年就要推出 我也买了一些这个SOL SOL现在它的链上的生态非常的好 特别是很多NFT的项目特别的好 RACA我也是有一点 我做了很多RACA的这个视频 有些朋友问 为什么RACA连续拉了几天 那是不是有什么消息 那就基本上是没看我的视频 我每一个视频都在告诉大家 RACA的基本面具好无比 它的对这个3D星球的设计跟画面 现在基本上是在所有这个 元宇宙的这个视觉效果中是最好的 然后它这个OpenPFP 也是在这两天准备出来 所以呢RACA往上拉着一波 并不奇怪 只不过是大家在下面的时候呢 大部分人对它的价格不感兴趣 只有开始往上拉的时候 有人才感兴趣 而我听我视频时间够长的朋友 都会在下面 当它不断回调的时候呢 在底部的时候不断的去买入 那它还能涨多高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因为它之前涨的已经特别的高了 之前涨到0.012的时候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韭菜模式 而且从下来的时候呢 基本上又没有任何的这个 反弹就直接就回到了这个0.001这个位置 直接掉90%啊 也就是从这一段距离 到这一段 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市场结构 所以呢 它如果要往上冲的话 首先要必须克服这个高点 在0.004这个高点 然后才有可能上去出现新的市场结构 这个结构 我个人认为呢 它要重新回到0.001这个地方 是有可能的 但是呢 时间可能会非常的长 可能要一到两年时间才会回去 当然如果它的拉盘的人特别强 直接把它给拉回去 那就 那我也没什么办法 是吧 我个人认为呢 要回到这个高点 Raka很有可能要经历 至少要一年时间才能回到这个高点 因为在下来这个回调这个过程中呢 会套住很多人啊 那么说到这个套住很多人这个问题 我们再来说一下比特币 刚才忘了说 就是在45,000这个位置啊 那个Gasnow做了一个调研 就是比特币呢 从冲到68,000之后 往下回调这段时间 有百分之 六七十到七八十的这个比特币的 那个短期仓位 平均价格就是在45,000这个位置 所以呢 在45,000有很多的压力位啊 很多人掉下来之后呢 他就被套住了 百分之七八人 七八十的短期仓位 都是被套住的状态啊 所以呢 当他们冲到45,000的时候 有很多的人会在这个地方卖掉啊 也就是说呢 这个多头在这个地方 45,000这个地方 清掉了很多的短期仓位 也就是说在最近 由于短期仓位已经被清掉了一部分 形成了一个亚空啊 这个亚空往上冲之后呢 就有些人呢 现在是FOMO进去的啊 有些人呢 是这个被迫关掉了他的这个空仓 然后现在往上冲之后呢 也许比特币还能够在往上冲一段时间 因为上面的卖压并不大 是吧 很多卖压在45,000这个地方就已经被抛掉了 所以比特币最近仍然有可能会继续往上涨 他也许不会很快的回来回补CME那个Future啊 但是大家要时刻在心里面保持清醒啊 这个缺口是多头最近啊 短则几天长则几个月的一个隐患啊 好 刚才说了以太坊 我买了一些啊 Raka我是有一些啊 还有什么 AXS我是有一些 Xinfinity CRB我是有一些 还有 反正最近加仓啊就就这些东西啊 好像并最近加仓并不多啊 TT我有一些 这些最近都拉得不错啊 啊 好 总而言之 比特币今天 今天从这个这个sport chart是吧 不看CMEFuture那个图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走势 但是大家要保持清醒是吧 个人认为当BIM Expanding Index变成正数的时候呢 大家要开始减仓 以防比特币回去回补那个缺口 甚至是去回测那一条上行支撑线 好 那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我们的有多少订阅者 我跟大家说过 当 我的这个订阅者达到4000人的时候 我会放出一个会员视频给大家看啊 嗯 然后很多人在下面猜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能猜中 如果有人能猜中的话 还不到4000人 我就会提前把这个会员视频放出来 嗯 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在会员视频中的其中一个好处啊 就是对一些钱利币的介绍 这个钱利币的介绍呃 提示大家一下是吧 有人赚了80倍 好 大家去继续猜吧 呃 好 呃 那这次视频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对我视频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赞分享订阅 想加入我电报群的朋友 可以加在视频开头跟结尾的QR Code来加入 呃 祝大家在新的一周心情愉快 我们就在下一次视频中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